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想的太多了 眼花了 别过脸她望向窗外 深呼吸一口气 再回过头她还在 这不是梦 也不是眼花 是人真的就在面前 对不起 我 沈些非尴尬的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这位小姐实在是很抱歉 我不是有意的 那位服务生急得都快哭出来了 手中拿着面纸 蹲下身 帮桑鱼吸着湿了的裙子 五年了 已经过去五年了 她也想了五年了 但从未想过五年之后 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再见到她 咬了咬下唇 桑鱼勉强地扯了扯嘴角 慌乱地扶开那个服务生的手 抓起包 倾倒一声 不用擦了 没关系的 我自己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垂下线长的眼睫 她匆忙往洗手间走去 望着桑鱼仓皇离去的背影 沈先非立在那儿一动不动 方才 桑鱼再见到她的那一刻 清亮的眼眸里闪着错愕与无措 甚至还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痛楚 这样的反应 她与她 之前应该是认识的吧 她怎么却不认识她呢 控制不住 她往洗手间的方向跟了去 走进卫生间 桑鱼将门关上 抵在门上大喘了几口气 她知道她回国有好几个月了 而且她还是黄亭酒店项目的负责人 怕与她碰面 怕再掀起心口处那好不容易愈合的伤疤 她才会将这个案子交给袁润芝和杨正坤去跟 却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碰上她 五年的时间 除了发型和服装 她好像一点也没有变 俊朗的外表还是那样夺人眼球 不 比起五年前还多了成熟的男人魅力 桑鱼 桑鱼 拜托你争点气好不好 这时候还这种样子 浑浑走向洗手台 撑着洗手池的台面 桑鱼看着镜子里的那个女人 长长的卷发 一直流到腰部 身上一袭淡蓝色的印花连衣裙 白皙的脸上只灼了一层薄粉 这样一个浑身充满了女人味的女子正是她 桑鱼 也正是因为她才会有今日镜中这样的桑鱼 多年之前 那个随性的她再也找不回来了 心中一阵酸涩 她从包里摸出一包烟 抽了一支点燃 就这样立在镜前 吞云吐雾 渐渐地在烟雾缭绕下 她平静了好多 不过是个男人 五六年前她都可以挺过来 今天碰上又算得了什么 同一个行业 抬头不见低头剑 她丧于不是这样容易就被击垮的 她的手机铃声在响 她掏出手机 平复了心境 轻声接起电话 你好 桑小姐 您好 我是沐医生的助理 沐医生今天和你约好了在上岛咖啡厅见面的 她临时有事不能去了 很抱歉 要改约下次了 是阿木的助理艾菲菲 每次听到她的电话 桑鱼都很想问 她是不是吃了蜜糖 声音怎么会那么甜美 桑鱼看了看手表 快十二点了 一向手时的沐一声原来也会有事情而爽约 哦 没事 那就改天再约吧 挂了电话 手中的香烟已燃到了烟地 差点烫到她的手指 她急忙吸了烟 丢了烟头 洗了洗手 桑鱼又理了里头发 还有身上的衣服 那人应该不在了吧 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 没事的 出去了 他还是她 打开洗手间的门 一个挺拔的身影映束眼帘 桑鱼将在那儿 出也不是 退也不是 你没事吧 终于看到桑鱼从洗手间里出来了 如果她再不出来 沈仙飞估计要冲进去了 对不起 那个 我不小心把酒水洒在了你的身上 真的很抱歉 没关系 淡淡地扯了扯嘴角 桑鱼垂下头 不看她 从她面前走过去 却被她伸出的手臂给挡住了 桑小姐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阿牧给了她这样一个良好的机会 沈仙飞觉得她不应该放弃 哼 桑小姐 好像在哪儿见过 听到这声称呼 听到这句问话 桑鱼突然觉得呼吸有些困难 五年不见 她竟然称她为桑小姐 还装作以前不认识 强坐镇定 她转过身 对着沈仙飞冷笑了一声 哼 没想到国际知名室内设计师 黄婷的设计总监 沈仙飞先生 居然也会用这么烂的搭讪方法 面对桑鱼这种半袋嘲讽的语气 沈仙飞微抬了抬嘴角 原来桑小姐知道我的名字 我想你误会了 我们的确见过你 对不起 我和你不是很熟 关于打翻水的事我也不会和你计较 麻烦沈先生你让一让 桑小姐 不知道你还记得一个多月前 在仁爱医院的地下停车场 你是不是被车撞了 微微眯起了眼 桑鱼抬手看向沈仙飞 就算是她穿着高跟鞋 沈仙飞也依然比她高出大半个头 她不得不抬手凝视她 在这狭小的洗手间出口过道里 她拦着她 高大的身姿挡在她的面前 形成了一种难以抗拒的压力 她不得不往后退了一步 看着她的目光越来越冷 最终挤出几个字 L1XUSJS430XASY520是你的车 该死的云润汁 回去之后一定剥了她的皮 让她查了一个月的车主是谁 她一直支支呜呜的说没查到 看来是早知道是谁的车 一直没敢告诉她 桑小姐好记性 摔晕之前都能记住车型和车号 那正是我的车 沈仙飞优雅地笑望着桑鱼 那天我在倒车的时候 不小心将桑小姐撞了 还好是在医院 我送桑小姐去了急诊 医生说你没什么大碍 后来我有急事先走了 我在你右手掌心留了电话 但是你一直都没有联系我 我很自责 今天看到桑小姐没事 我就放心了 有急事先走了 留在我右手掌心 我看你是存心不想让人找到你吧 你难道不知道 写在手心 一个不小心字就会看不到吗 桑鱼很冷淡地反问 扫了一眼她拦在墙壁上的手臂 没有离开的架势 她又面无表情地补充 OK 找到你这个造势者就好办了 明天 我一定会将我损失的清单明细 派人送到黄亭集团 你沈大设计师的办公室上 如果没什么重要的事 麻烦沈大设计师 你让一让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想入飞飞 作者 花清晨 播讲 雅瑜 清风 沈仙飞发现 桑鱼说了这么多气话 自始至终都不太敢看她的眼睛 让她不禁觉得哑然 她撇嘴淡笑着 语气夹带着挑逗的意味 桑小姐 我觉得你好像很怕我 这温柔的声音 让桑鱼的心跳猛地露了一排 淡淡地勾了勾嘴角 桑鱼的目光定在一旁墙上的壁画上 轻道一声 没有 没有 可是 桑小姐为什么不看着我的眼睛说话 难道桑小姐不知道 不看人的眼睛说话 是种很不礼貌的行为吗 沈仙飞的眉心略收 脸上依旧保持温柔的微笑 我觉得桑小姐对我有排斥感 深吸了一口气 桑鱼抬起头仰望着沈仙飞 双毛对上的是一双深邃的眼眸 那里闪烁着令人炫目的光芒 她 沈仙飞 是她花了五年的时间 想都想不通 为何会在五年前 决然离开她的男人 如今却像一只无知又讨厌的苍羊一样 将她堵在这狭小的洗手间出口过道里 如果被撞了自己的人 堵在洗手间门口质问 还有人心情舒坦的 我想那一定是神不是人 桑鱼美丽的脸庞 绽放出迷人的笑颜 借过 从另一侧狭小的缝隙里 桑鱼绕过沈仙飞 步调轻盈地往咖啡厅走去 转过身 沈仙飞望着桑鱼的背影 声音不大不小 桑总 何必这么欲情顾纵呢 既然派了贵公司的渔副总 去荒庭找我 又何必浪费 眼前这么好的机会呢 顿住脚步 桑鱼有些难以置信地回过头 死死地盯住他 什么意思 瑜伽会去找他 就算是用矫直到想 那也是可想而知的 但绝不是他派去的 一开始是桑小姐 这会儿他又喊他桑总 桑鱼心中忽然有种 难以言语的苦涩之感 层层翻涌在胸前 难以平静 果然还是黄庭的标书奏效 沈仙妃满意地 弯了弯好看的薄唇 桑总 不如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 曾经的沈仙妃 是很少笑的 除非他逗他 既然他回来了 不放过他 那么他就陪他 再玩一次好了 他倒要看看他能装到什么时候 嘴角微微上扬 他冷哼 欲擒故纵 好 我若再拒绝 沈大设计师 恐怕要说出更难听的话了 请 沈仙妃含笑做了一个请示 咖啡厅里的冷气打得很足 面对沈仙妃 桑鱼全身的神经都紧绷着 这清冷的温度 让他不禁魂起双臂 色索了一下 点完减餐 沈仙妃将菜单交给服务生 望着桑鱼的模样 不禁皱了皱眉 你很冷 要不要换个地方 他花了五年时间构筑的坚强壁垒 此时此刻 在听到这温柔关心的话语时 心中的那道坚强的壁垒 就仿佛一层脖纸一样 一捅就破 将脸转过对着玻璃窗 呼了一口气 桑鱼回过头 笑了笑 很抱歉 我想抽支烟 桑鱼不自然的表情 全数落进了沈仙妃的眼中 而这会儿 他提出要抽烟 他的眉毛不禁轻轻一皱 他记得上一次在阿木的诊室里 他在说往事的时候 也是紧张地想要抽烟 现在他感到紧张 笑了笑 他说 谁 摸出烟和打火机 桑鱼熟练而优雅地点燃 深深地吸了一口 吐了一口烟 淡淡的烟雾在两人之间飘散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样的朦胧 在心中 桑鱼不禁苦涩暗笑 五年前 他最讨厌女人抽烟 更讨厌他抽烟 只要他一想抽烟 他就会毫不留情地 将他身上所有的烟都搜走 丢进垃圾楼里 五年后 他竟然可以忍受一个女人在他的面前抽烟 我可以叫你桑鱼吗 沈仙飞很礼貌地问 桑鱼正了正 桑鱼 这个名字曾经被他叫过多少次 怒吼的 无奈的 温柔的 深情的 五年前 他可以头也不回地离开 现在还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 问一声可不可以叫他的名字 两人之间早已断了 他的名字也不必要在五年后 再从他的口中听到 他和他 将不会再有任何交集 只是陌路 桑鱼淡淡一笑 桑小姐 或者桑总 谢谢 原以为叫一声桑鱼 会觉得没那么生分 却不想他直接回绝了 这让沈仙飞有些尴尬 不禁有些迷惑 眼前的他究竟在想些什么 面对阿牧的时候 他说得很动情 回忆和他的老公 沈仙飞的恋情 是那样的深情 他口中的沈仙飞 是他吗 望着他抽烟的优雅姿态 沈仙飞突然想到了一个笑话 为了打破这个令人困扰的尴尬气氛 于是他微笑着开口 不知桑小姐 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笑话 一般人抽烟是凭着手拿 而总统抽烟的时候 都是竖着手 手背对外 就像桑小姐这样 总统 桑鱼一愣 呆呆地看着自己竖着的左手 突然他觉得很好笑 也不禁轻笑出声 看不出来 沈大设计师还挺幽默的 仍让桑小姐开怀一笑 说明我的笑话不算太糟 沈仙飞接着又说 还有一个 说有一个国王为自己的女儿举办射箭招亲 在公主的头顶上顶一个苹果 第一个人一箭射穿公主头上的苹果说 I'm 多冰汉 第二个人一箭射穿公主头上的苹果说 I'm 后裔 第三个人一箭将公主射死了 说 I'm Sorry 再也忍不住 桑鱼眼嘴大笑了起来 五年的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 现在 他连笑话都可以说了 桑鱼笑起来非常好看 沈仙飞在心中想 I'm Sorry 那天在停车场 我不是故意的 桑鱼又正了正 见沈仙飞正眯着眼 凝视他 目光与先前的有所不同 刺带着什么探究的意味 脸了笑意 他淡淡地说 沈先生 不必再三道歉 我说过了 明天 我会派人将我受损的清单明西送过去 只要沈先生不惧收就可以了 我不介意 桑小姐叫我的名字 沈仙飞的声音 很轻 很柔 专注地看着他 突然一阵窒息 桑鱼别过脸望向窗外来来往往的车子 吸了一口烟 过了一会儿才转回头 我想 我和沈先生没有输到那种地步 还是尊称一声比较好 淡淡的烟雾飘散着 沈仙飞的面色僵了僵 随后一派公式化的口吻 侯天开标 桑总会不会去竞标现场 话一出口 沈仙飞就有些后悔 之前是为了引他注意 他才会以谈黄婷的事为借口 其实本意并非如此 这样倒显得他想给桑氏机会了 谈了谈手中的烟 桑鱼疑惑地望着他 那个传闻中冷面无私 看实力 看材料 看价格的沈大设计师 好像与眼前不符 吸了烟 他回道 这个案子 一直是我公司市场部的经理在负责 后天又看我的日常安排 沈仙飞向后倚着沙发 双手交叉着盯着桑鱼 据我所知 于副总 好像不是桑氏的市场部经理 目的桑鱼笑了开来 据我所知 我公司的于副总 好像和沈先生的私人关系 非浅 我们桑社很人性化 无论是身居要职 还是普通员工 做老板的 一律不干涉下属的私人生活 言下之意 就是说 于家找沈仙飞谈情说爱 他桑鱼管不着 是吗 轻挑了挑眉 沈仙飞细细地审视着桑鱼 双手摊了摊 桑鱼的语气云淡风轻 这你得问于副总了 我不是他 听桑总的口气 好像对这次黄亭酒店项目 不是很有兴趣 错 我是生意人 有钱当然要赚 但我更放心 我手下办事的能力 对于他们 我要的是结果 而不是过程 我看过你们桑市 递交的竞标资格资料 在这方面 你们桑市的确很具有实力 但一切都是未知的定数 主要还是要看 后天开标的价格 最终无论哪个公司 能够胜出 我们黄亭都非常有诚意 沈仙飞顿了顿 手敲了敲桌面 又道 虽然我和贵公司的于副总有私交 但我不希望这种私交 被拿来做文章 这番话说白了就是 他不会因为和于家是老同学 而卖丧失面子 无缘无故 桑鱼受了一番冷嘲热讽 胸中早已波涛汹涌 而表面上却要笑颜如花 杨柳浮风 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想入飞飞》 作者花清晨 颇奖 雅瑜 清风 更多精彩有声小说 尽在喜马拉雅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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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